第一,无氧运动和有氧运动,那个更容易导致脱发。 男性脱发是因为高固酮与还原为结合后,生成的BHT,DHD会导致毛囊逐渐萎缩,进而导致头发逐渐变细,变软,甚至脱落的现象。 所以并不是高固酮越多,脱发越严重,而是与其转化生成的BHT有着密切的关系。 可为什么有人天天高强度运动,头发却还很好,那是因为这些人毛囊本身不容易受到BHT影响。 如果你的毛囊不容易受到BHT影响,那么不管你怎么运动,也不太会对头发有太大影响。 但如果你本身就有脱发的趋势了在大量运动的话,那么脱发很可能因为运动而加重,BHT含量越高,说明脱发的几率越大。 但并不一定就会导致脱发,还与遗产因子,外界影响的有着直接的关系。 所以脱发的种类有很多,例如英雄性激素性脱发,质疑性脱发,机械性脱发,精神性脱发的。 所以,造成脱发的关键因素,BHT移传因子,有外界其他影响,并不是单纯的运动过度就会导致的。 许注意,高强度的运动更容易导致BHT升高。 对于一个有脱发趋势的人来说,无氧运动更容易导致掉头发。 有氧运动,比如走路,跑步等等正常强度下的运动,对头发的影响会小一些。 因为运动本身也有好处,比如放松心情,促进血液循环,增强体质,强健心肺功能等,这些都是有利于头发生长的。 第二,户外运动时这些细节不注意,对头发损伤会很大。 一,强烈的紫外线照射,使头发变得脆弱,水分被大量蒸发,加上高温刺激,加重出汗,出油,发丝会因此变得很脆弱,容易脱落。 二,运动后大量出汗,油脂盘出量增多,头皮表面呈酸性,容易滋生大量的细菌。 三,如果不及时清洗,堆积物,堵塞毛孔后,容易导致暗疮,脱发等诸多头发问题。 三,如果在运动了满头大汗后,立即用较量的水冲洗头部,容易刺激,头皮血管是毛毛极致收缩,从而伤害毛毛,甚至造成脱发。 三,建议先休息半个小时,再开始洗澡洗头,水温不移不高,落冰,清洗顺序应先洗脸,然后从远离心脏的四肢开始冲淋,等身体适应后,再冲淋趋干,最后洗头。 第三,户外运动时,该如何注意头发,头皮的防晒呢? 一,尽量少接受阳光暴晒,是非常有效的办法之一,一般上午10点到午后3点,是紫外线最强的时间段,因此平时尽量不要在这个时段长时间户外活动,便可以将紫外线对头发,头皮的伤害降至最低。 一,二晒前要做好防护工作,涂抹免洗顺大乳,或者混乱发喷雾,可以给头发形成一层保护膜,免受阳光损伤,降低头发水分蒸发速度,注意在涂抹免洗顺大乳时,不要涂到发根,否则会增加头皮负担。 三,出门运动前别忘带遮凉嘛,通过物理防晒,就可以发挥很好的头皮防晒效果。 如果头皮不小心晒伤,应该选用舒缓效果的洗护产品,用指腹在头皮上轻轻按摩,起到缓解作用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